观众你好,2021年我的新年决心就是开通YouTube频道 不管怎么样,现在到年底了,大大小小也做了几十期了 那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也发现了你们的兴趣 那就是说历史,讲故事,发现加拿大的人和事 我老公泰德是一位加拿大的历史学者 十几年前,他送给我一本书,就是这本The History of Canada,加拿大简史 那他在这本书的里面,他给我留了一些言 他说的,他写的是 To my darling Susan, may she love her new home as much as I love her, Ted 第一次又说呢,送给我最亲爱的Susan,Susan是我的名 愿她爱上她的新家,就像我爱她一样 Oh, how sweet 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根本就没有碰过这本书 为什么呢?忙啊,以前早期是忙孩子,忙找工作 后来呢,又忙社区,忙朋友 直到今年开播视频,我才开始看这几本书 那么视频做什么内容方向呢?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了 那你说做饭,养花,种菜,手工,我都不太擅长 那呢,最有兴趣的就是讲加拿大故事 自己一边学,一边和你们分享 比如加拿大郁金香节 我们总是喜欢那个五颜六色的花卉 去拍照啊,去走一走,看一看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它和二战期间,荷兰王室的关系呢? 那我们呢,在渥太华的那个 走过Chinatown那条街啊,Summer Street 但是从来就没注意到 有一个那个布齐尔的小公寓 曾经在四十年代 有一名苏联人在这里度过了 他叛逃之前的清魂之夜 还有我们每年九月过的劳动节 原来呢,是从哈密尔顿的印刷工人罢工开始的 哎呦,这些事情啊 本地人可能是家喻户晓 耳濡目染吧 或者小孩也都上过中学里学过历史 但是移民空降到这片土地 我们就不知道 那有人说了,哎呀,知道这些能当饭是吗? 我说,真是不能当饭吃 可是当你吃饭吃饱了 我们移民都在这安定了 It's nice to know,对吧? 这是我们选择的国家和城市 我想多了解一点它 不是挺好吗? 就像我是北京人 那多少我就听说了一些北京胡同的事啊 大院的事啊,郊区的事啊 那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北京人 那咱们现在多了解一些加拿大的任何事 了解这个国家和你的城市 你就有一种归属感 这是我的家 我是这里的人 而不是一个外乡人 那加拿大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历史不长 但是加拿大的历史上发生的事啊 就成就了今天的国家和人民 我中学的时候是最不喜欢上历史课了 那历史老是总是让我们被时间地点 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特烦 泰德说,历史不是年代,而是人民的故事 说的对 所以啊,在2022年 小东话说加拿大频道 就是讲故事 讲加拿大的人和事 比如,这个发明胰岛素的人是谁啊 发明篮球规则的是哪个加拿大人呢 还有臭名昭著的多伦多的 布韦斯邦是怎么回事 Tim Hortons,曾经的一个冰球队员 他是怎么制造了这个国民咖啡的神话 Canadian Tire 对吧,加拿大轮胎店 是怎么从一个在哈米尔顿的两个人的修车铺 变成了今天的商业帝国 Halifax大爆炸,你知道吗 911时候,美加合作的黄雀行动 你知道吗 还有1949年一个加拿大人被了骗取保险 人为的造成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 把他的老婆在飞机上老婆给炸死了 还有整个这个飞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他和他的情人想骗保险 你知道吗 太多太多这样的事 反正我以前是都不知道 当我开始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让人发笑 有的让人悲伤 有的让人感动 有的人令人惊讶 想听加拿大故事的朋友 欢迎点击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好听的故事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你们想听什么故事 小冬祝您新年快乐 咱们明年见